我其實自己在沒有成立協會以前 大概做了十幾年的愛媽 十幾年這樣子就是送下來 會發現到說 台灣的東寶卷在這幾年 其實在很多的一些環境跟相關政策上面 至少在我五年前那時候 覺得沒有進步很多 甚至說很多像深山地區的一些愛媽愛爸 他們照顧動物到最後 其實說真的他們的狗場收了動物越來越多 其實狗狗的生活品質是越來越差 然後那些愛媽愛爸 因為僑年他們也投入自己的心力跟資源下去 到最後他們的經濟能力跟健康狀況也越來越不好 就想說有沒有辦法改變這樣的一個武力感 那後來當然也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早年以前是做兒童福利的基金會 那我們的基金會其實做的就是兒童保護 跟被遺棄的兒童的收出養的工作 那我可能因為早年我自己在做兒童福利工作 我會想到說有沒有可能我可以把做這些所謂的 社會福利兒童福利的模式 它可以轉換成做動物的這一件事情上面 那在後來我就自己花了一點時間去研究一下國外的一些動保機構 跟台灣現在目前一些比較知名度比較大比較規模的一些動保機構 我就發現到有一塊是比較少人在做的 就是做所謂的老病殘的動物 那偏偏老病殘的動物其實是最需要緊急的資源的 在還沒有推零安樂死之前 像這些所謂的七歲以上 然後有一些慢性緊閉的 或者身體有一些殘缺的動物 大概就是第一線被排上去做安樂死的 我不是這樣想消毒物 那我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有沒有可能我來 我來為這一群比較缺乏資源跟關懷的動物多做一點事情 其實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型是觸動我去做這個協會 然後被排下勒死 因為他們以為他癱瘓了或是累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跟他可能也有緣吧 我就看著他 我說你要不要跟我回家 然後他其實就 我就那個狗場的愛心媽媽跟我說 他其實平常不太理會了 那他就那天他就轉過來 就是跟著我們走到門口 然後後來我就帶他回台北 然後在照顧他的過程 我就想到說其實我在去接他那個收容所 有好多像他一樣的動物 其實你們現在看到這隻叫波卡 跟他來自於同樣一個民間的收容所 那這些民間收容所 其實我覺得他們做的事也很偉大 只是他們也告訴我說 你現在的民間收容所 跟公益收容所的資源 他們並沒有辦法去照顧到一些 有特殊性需求的老動物 但這些老動物其實好好照顧以後 說真的真的跟你家裡的媽小孩沒有亂養 所以我也是因為我養了Milka 後來再加上我自己做的事情也愛媽 然後我發現到其實我想去做一件事情 是現在動保比較沒有人在做 我才去投入這件事情 然後成立一些 其實我覺得這些老病殘的動物 台灣的這些市主們 其實他們不是沒有機會 那台灣市主也不是不願意用心 而他們不知道怎麼做 這樣講好 其實你們會看到 像這邊有一隻黑貓 我們協會其實有兩隻攤牌的黑貓 對 那他們是需要每天的人幫他們擠量 然後幫助他們做抗謝 然後包括像你現在看到的波卡是只有一隻眼睛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懂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狀況 那其實說真的 只要透過適度的教育 就是我們教你整個去照顧他們 沒有那麼難 我們協會在兩年前做過一個台灣的一個洞保指數調查 做了1000份 那時候有問到說大家願不願意收養老病殘的動物 然後願意花多少錢去照顧 那時候我還記得大概算下來吧 台灣的民眾一個月不願意花超過2000塊去照顧老病殘的動物 然後願意養老病殘的動物的民眾也非常非常的少 比例很低 但我們在去年在針對差不多一樣的問題 在做了一次調查之後 這個比例大幅的進步 就是包括說民眾現在願意一個月花8000塊左右去照顧老病殘的 然後呢 大部分的寵物 大部分的市主將近八成 76%的市主 他們願意透過上課學習怎麼照顧他們家的老狗 或有特殊性的動物也有的狗 那我們協會自己有非常接近的諮詢專線 真的有很多市主很有心 我們會打電話來問說我的狗是什麼狀況 那我可以怎麼樣 那所以我們協會也在開辦一些相關的課程 那回過頭來說 其實可能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事情是因為大家不知道怎麼做 很害怕 但是並不是這件事情的可為 但是從我一開始成立協會的時候 我就跟我們協會同學說 我希望我們叫諾亞方舟 包括我們協會LOGO的顏色都是用很繽紛的事 我希望我們希望比較開心 比較愉快 比較正面的方式去做動保這件事情 因為說真的 都市人的生活壓力已經很大了 如果還要我做動保的時候 看到很悲催 壓力很大的事情 好像我不收養他 我就是十二不四了 我會很有罪惡感的離開這個地方 對我來說沒有必要 因為動物真的是很療癒 會讓你開心會想笑的事情 所以我向協會去傳遞出來的一個能量和氣氛 也是這樣子的一部分一起回